若问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球员 必然少不了小跳蚤梅西 对于今年35岁的梅西来说 卡塔尔很可能是他世界杯的最后一战 这一次 梅老板能否带领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 成为全世界球迷关注的焦点 可你是否了解 当今这位足坛巨人的足球之路有多么崎岖坎坷 双手指天 是梅西几十年如一日的庆祝动作 你也许不知道这是他对外婆的思念与告慰 从小 梅西性格内向孤独 只有外婆知道 足球才是梅西真正的归属 在球场上尽情奔跑的他才是真正的梅西 五岁的那年 外婆带着年幼的梅西观看格兰多里俱乐部的比赛 当天 机缘巧合之下 格兰多里有位小球员没来 外婆向教练推荐了自己的外孙 可教练看到矮小的梅西 犹豫不决 但在外婆的一再坚持下 教练将一件并不合适的球衣交到了梅西手上 也正是这次偶然的机会 让梅西开启了传奇之路 面对比自己高一个头的球员 场上的梅西如同精灵一般灵动跳跃 他似乎就是为了足球而生 仅仅一场比赛 小梅西就征服了场边的所有人 没有哪位教练能拒绝这样一位足球天才 在教练的极力邀请下 梅西成功加入了这支小球队 外婆和他约定一定要做世界第一 小梅西一直将这句话放在心里 他将自己的所有热爱都倾注在了绿音场上 而外婆就是那个一直在场边默默支持他的人 两年后 梅西加入了家乡最有名的球队纽维尔老男孩 这支球队不仅拥有过战神巴蒂斯图塔 还有过阿根廷人的英雄马拉多纳 他一直为阿根廷国家队输送的足球人才 在这里 小梅西尽情施展着自己的天赋 有他在的时候 球队经常取得大胜 7比0 8比0 甚至踢出过14比0的惊人战绩 几年间 梅西在多个年龄段的比赛中 一共拿到了四次阿根廷全国冠军 然而 命运却总喜欢捉弄人 就像我们曾经都因种种原因 不得已放弃自己的梦想一样 梅西也差点失去了足球 12岁的梅西 被诊断患有先天性侏儒症 在11岁时就已经停止生长 侏儒症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死刑 但他的侏儒症并非不可抑制 但注射生长激素每月高达900美元 母对纽维尔老男还不愿 为这个前途未卜的孩子支付这一笔费用 一度基于梅西的河床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为他关上了大门 他的父亲豪尔赫回忆 作为父亲 我最清楚梅西的病源于营养不良 阿根廷盛产世界上最好的牛肉 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奶酪 但那不属于我们 梅西是吃着土豆和胡萝卜长大的 是喝着没有油墨的汤去踢球的 但他从不抱怨 年纪轻轻比谁都懂事 教练也曾说过 梅西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 但他的身材照职业球员的标准来看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很难想象他会有今日的成就 然而这就是梅西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 为了自己的热爱 他可以奋不顾身 用一次次酣畅淋漓的奔跑 用一次次赏心悦目的表演 来证明自己就是属于足球 终于 他的努力打动了上天 2000年9月 一家西班牙俱乐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这家俱乐部 就是巴萨 梅西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之一 他曾获得过七次金球奖 人送外号梅老七 然而在他辉煌的背后 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坎坷之路 12岁那年 梅西被确诊为先天性侏儒症 对于立志成为世界第一的梅西来说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 他的父亲回忆 我记得 而且永远不会忘记拿到诊断结果的那天 当时特别冷 我们走在街上 梅西没有任何表情 非同寻常的冷静 我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家里没有任何能力给他治疗 鄙视梅西的境遇 就像平凡的我们一样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 不得不放弃自己儿时的梦想 然而 他是梅西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梅西 在困难面前 从这以后 他每天都会给自己打生长激素 梅西曾说过 对我来说 打针就跟刷牙一样 最初人们看到我这样做总是很好奇 后来大家也就习惯了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的 因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而且这与足球有关 我要负起责任来 最终 凭借精湛的球技 年纪13岁 身高只有140的梅西 成功加入巴萨青年队 在青年队的首场比赛 梅西就凭借自己赏心悦目的表演 征服了看台上成千上万的球迷 当时的巴萨体育主管雷克萨奇 在看了梅西的训练和比赛后 被这位天才所折服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很快发现了梅西的巨大潜力 我对自己说 我们需要他 一定要留下这个天才 他毫不犹豫地与其签约 并为梅西提供所有治疗费用 就这样 梅西一边训练 一边接受治疗 2003年 他的身高终于达到170 虽然在众多足球运动员当中 这样的身高依旧矮小 但对于梅西来说 这就够了 巴萨拯救了梅西 梅西也拯救了诺坎普 在这里 梅西遇到了一群队的人 哈维 伊涅斯塔 当这群拉马西亚成长起来的孩子相遇时 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足球王朝悄然诞生 他们之间的配合就像 毕加索天马行空的画作 贝多芬古典浪漫的乐章 米开朗奇罗豪放激情的雕塑 他们一起谱出了属于诺坎普的华丽乐章 在这里 梅西还遇到了自己的好大哥小罗 也许是英雄西英雄 小罗将内向的梅西置于自己的双翼之下 像一个老大哥一样保护着他 带他融入到球队 2005年5月1日 梅西打进了自己巴萨一线队生涯的第一例进球 而助攻正是来自足球精灵小罗 进球之后 小罗将这颗未来之心碑在双翼之上 骄傲地向世人展示 这一幕 也成为了巴萨史上永恒的经典时刻 一个巴西人 一个阿根廷人 两人一师一友 这是巴萨两代领袖之间的传承 当小罗离开巴萨之后 梅西顺理成章地接过巴萨的大棋 在2008-2009赛季 他率领球队 连夺西甲 国王杯 欧冠三个冠军 斩获西班牙球队史无前例的三冠王 属于巴萨的时代来临 2009年梅西荣获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 他更是将金球奖垄断 实现金球四连的壮举 也正是在2012年 梅西创造了一项世人难以企及的记录 年度打进91球 超越德国轰炸机盖德穆勒 成为足坛历史上年度进球最多的球员 向来不可一世的球王马拉多纳也曾感慨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个小个子阿根廷人 但这对于梅西来说 绝对不是终点 谁是你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 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李奥梅西 35岁的梅西承载着多少人的青春 而今年的卡塔尔 也许就是他世界杯的最后一舞 从身换诸如 逆袭成为足坛巨星 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在巴萨 梅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 获得七座金球奖 两次世界足球先生 六次欧洲金靴 年度进球91例 有人说梅西没有极限 他存在的意义就是刷新记录 一次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惊喜 但在这些个人荣誉面前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要去实现 那就是带领阿根廷国家队夺得大力神杯 回顾梅西的世界杯历程 充满了遗憾与不甘 2006年 年仅19岁的梅西出征世界杯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世界杯球员 当时的他还是初出茅庐 球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遭遇德国 点球大战遗憾落败 坐在替补习的梅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球队 倒在德国战车之下 四年之后 南非世界杯 彼时的梅西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少年 他是新晋金球奖得主 那一年的阿根廷队星光异议 主教练更是球王马拉多纳 在世人的期待中 阿根廷成功杀入淘汰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却再一次遭遇德国 本以为这是一场火星撞地球 然而德国战车以4比0的大胜 再一次碾碎了阿根廷的世界杯梦 潘帕斯雄英再一次陨落 而作为球队核心的梅西 也遭遇了阿根廷人民的无情嘲讽 他们说 梅西只属于巴塞罗纳而不属于阿根廷 带着阿根廷人民的质疑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四年后的巴西世界杯 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过关斩将 成功冲进决赛 这是他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 也许是难以逃脱的宿命 决赛的对手又是德国战车 对梅西 对阿根廷人来说 这是一场复仇之战 也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战 然而幸运女神并没有站在阿根廷这边 梅西一次刺盘带过人 分球 射门 依旧没有攻破德国队的大门 在加实赛中 精通格策胸部停球射门一气呵成 格策花费了一生的灵气 绝杀了阿根廷 梅西再一次倒在了日尔曼人的脚下 连续三次被德国人淘汰出局 梅西的心中充满了多少亿难平 这届世界杯不属于阿根廷 也不属于梅西 而今 梅西带领阿根廷再一次站在了卡塔尔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逐梦世界杯 那个让梅西魂牵梦绕的大力神杯就在那里 无论成败与否 为了梦想再冲一次